五十大洞干戈,血染残阳 五十大洞之时,朱元璋则以印天、京、江苏、南京为根据地,顺利攻占了周围的镇江、广德、长兴、长州、宁国、江英、长熟、徽州、石州、扬州等军事重镇 在此期间,朱元璋的军队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张 巩固江南地盘之后,朱元璋环顾四周,开始研究向外发展的计划 当时,印天之东有张世成,西有徐寿辉 南有援军,北有韩灵儿和刘胡通 经过形势分析,朱元璋采取了固守东西出击东南的战略 因为,宛南浙东一带的援军势力相对较弱 1358年,治政18年农历二月 朱元璋命邓渝、胡大海攻克辉州、休宁 击败杨丸者率领的苗军 农历九月,费子贤攻占武康,经浙江德清夕 农历十一月,朱元璋亲自率军攻克吾州 吾州有小邹鲁之称 当地居住着许多著名的学者 这些人有知识有谋略,在地方上有势力有影响 朱元璋占领吾州后 就召见儒氏、伴祖干、叶怡、彼贤下士、求计问策 随后聘请许元、叶干玉等十多位儒氏参议军政大事 为了取得当地地主的信任 朱元璋还选用戊州七县的富民子弟充当宿位 称之豫中军 1359年至正十九年 朱元璋麾下的浙东铸军又先后占领 朱继、徐州和畜州 经浙江省利水市 东南一带孤立的援军被逐个消灭 随着朱元璋的地位和实力的迅猛发展 独立一方的政治倾向也日益明显 1361年 至正21年 宋政权的小民王加封朱元璋为吴国公 但是实际上却无法控制他 朱元璋已经不受宋政权的制约了 朱元璋忙着攻城掠地 扩张地盘 天玩政权的陈有亮也不甘寂寞 陈有亮出生在缅阳 经属湖北省 在一户打鱼人家 本性切 其祖父人物赘臣事 本性切 其祖父入赘臣事 应从其信 徐受归起兵时 陈有亮正在县上当小立官 因固满元朝统治 与其弟陈有人 陈有贵等聚众起义 陈有亮与天玩政权的丞相 尼文俊一样 权力欲极强 陈有亮杀了尼文俊后 又计划谋杀 徐受归 当时天玩军的 丹庆守将赵普胜 手握重兵 成为陈有亮夺取政权的一大障碍 1359年农历九月 朱元璋大军在浅山击败赵普胜 陈有亮伟称与赵普胜会师 趁机进入安庆 袭击了赵普胜 1360年 治政二十年农历五月 陈有亮又试杀了徐受辉 取消天玩政权的名号 建立汉政权 改元大义自称皇帝 仍以邹普胜为太师 张帝先为丞相 张定边为太尉 兼知书密院士 此时 朱元璋东边的张世成 倚仗江南之富裕 争夺江浙地盘 西边的陈有亮 凭借长江中游的地利 刺激发兵消灭朱元璋 朱元璋知道 若想在两墙的夹缝中立足十分困难 两面作战更不可取 于是 朱元璋先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陈有亮 陈有亮谋杀徐受辉 天玩政权的龙鼠行省 又丞相明玉珍非常不满 1361年 治政二十一年农历三月 明玉珍在四川重庆自立为龙鼠王 建国号大下 改元天同 占据全属 朱元璋利用陈有亮 篡位引起的内部矛盾 大量纳降徐守辉 赵普胜的旧部 孤立陈有亮 在经济上 朱元璋放弃四处超略 强纳寨粮的流寇做法 设置了银田司 并康茂财为银田使掌管农田水利 发展本地区的农业生产 并且对农民夺田或占田给予承认 鼓励开荒为己业 只收取田租 此外 朱元璋还大力开展军屯 在应天竞郊 江英 徐州等地屯田 收效十分明显 在赋税方面 采取轻摇伯父的政策 为了发展贸易 1361年 朱元璋在应天府 设立保园局 驻大中通保前 在区域内流通 同时制定研法 查法 使研查经营 有法可循 1361年 农历五月 陈友谅终于按耐不住 扩张的欲望 害理名道 进攻信州 却被朱元璋的守军俘虏 农历七月 陈友谅派张定边 攻占了安庆 一个月后 又被朱元璋的部队收复 接着 朱元璋轻率大军 攻下江州 陈友谅逃奔武昌 同时 镇守江西饶州的陈友谅部将 现成投降朱元璋 次年 陈友谅再次反攻 再次失败 又一些部将 投奔了朱元璋 1363年 治政23年 朱元璋亲自率兵 在博阳湖 与陈友谅展开决战 这时 驻守在豪州的张世成 趁安丰空虚之机 派遣其部将 吕真进攻安丰 朱元璋 为救小明王 决定率军 北去救援 农历三月 吕真攻入安丰城 刘福通战死 朱元璋率军赶到 吕真战败逃 朱元璋 保护小明王 撤往除州 朱元璋 营救小明王之时 陈友谅积极备战 于农历四月 同领特制的 数百艘大舰 号称六十万大军 向洪都 经江西南昌进攻 洪都首将是朱元璋的 侄子朱文正 率军死守八十五天 到农历七月 朱元璋 新帅二十万大军来源 陈友谅退至柏阳湖 随后双方在柏阳湖展开激战 这也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 规模空前的一次水军大会战 比较双方的实力 陈友谅人重 剑大 明显胜出一筹 其剑高竖 外势单膝上下三级 极致走马鹏 下射板房为壁 置访数十其中 上下人不闻项羽 访乡接国以帖 而朱元璋的部队则人少见晓 但是 见晓的优势是机动灵活 而陈友谅的战舰相连 转动不变 更重要的是 朱元璋调动士气上下一心 准备决死一战 陈友谅却因 势主篡权 早已失去人心 加上他只注重大剑 为之军心匡切 双方激战两个月后 陈友谅大军 全军大败 本人也被流史射中身亡 陈友谅败亡后 朱元璋大势建成 1364年 治政24年征月 朱元璋在应天 继吴王位 设置百官 建中书省 立长子朱镖为师子 建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 农历二月 陈友谅的儿子陈礼 在武昌向朱元璋投降 大汉割据政权灭亡 至此 朱元璋解除了西面的最大威胁 占据了湖广江西两大地区 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平江的张世成 1365年 制政25年农历10月 朱元璋发布文告 指责张世成 甲园之令 叛福不长 起信多端 随后 令徐达常玉春 等发动进攻 夺取通州 泰州 高游 淮安 豪州等地 到四年夏天 朱元璋已全部占领江北之地 迫使张世成退守 长江以南 1366年 治政26年农历八月 朱元璋命徐达常玉春 率师二十万 攻张世成 农历十一月 朱元璋军已占领 湖州 杭州 绍兴 嘉兴等地 对平江形成 包围之势 张世成的重要将领 吕真 李博生 张天祺 潘元明等 纷纷投降 朱元璋 农历十二月 朱元璋见张世成大势一去 便派部将廖永中迎接小明王到应天 途经刮布僵石 将小明王沉入水中溺死 宋政权 遂告灭亡 1367年 治政27年 农历九月 经过十个月的围攻 朱元璋大军最终 公破平江城 张世成被扶押送宁天 自意而死 张世成的割据政权也被消灭了 与此同时 朱元璋派兵向南征服了其他的割据政权 1367年农历九月 派出朱亮祖率军向方国珍割据的浙东地区进兵 同年农历十一月 方国珍被迫投降 随后向割据福建八郡的陈有定进军 陈有定和陈有亮没有亲戚关系 陈有定是福建福清人 小商贩出身 在明熙已担任族裔 红金军起义后 陈有定跟随援军镇压廷州 严平一鸣 被任命为清流县影 1364年 元朝廷在严平经福建南平设置奔省 陈有定被任命为平章 这期间陈有亮的部将攻打厅州 被陈有定击退 此后陈有定与陈有亮打了三年 福建大多数陈有定战军 1366年 陈有定扫平福建境内其他武装 八明之地全部被陈有定战军 陈有定虽然坐拥八明之地 但无法收拢各地首将之心 随着朱元璋的节节胜利 陆续有福建首将向朱元璋靠拢 1365年时 陈有定曾受元朝廷之命 进攻过朱元璋的地盘处州 但被朱元璋的部将朱亮祖击退 因此朱元璋消灭张世成之后 继派胡言锐为征南将军 何文徽为副将军 出兵福建 1367年农历十一月 吴延瑞攻下光泽 农历十二月 再攻下少武建阳 同时 命汤河 廖永忠等人 帅水师自抬道 攻去神州 命李文中部从蒲城攻建宁 三路合集陈有定 1368年 智政二十八年 成有定被俘 压制应天处死 就这样 朱元璋一路稳扎稳打 收复了遍布各地的歌剧政权 实力逐步壮大起来 接着 他将挥动手中崭新的权杖 准备为元朝的历史画上句号 而此时此刻 已经被历史的浪潮 推到尽头的元朝统治者们 却浑然不觉 仍在为各自的既得利益 拼得你死我活 您好 噓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